他用刀锋雕刻火药 精度无人企及 致生死于度外 铸造活之戾气 他为我们展现刻刀上的绝技 我们那个刀磨得非常非常的薄 锋利 我一直说希望我们的岗位都失业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没有这么危险的情况操作 这是徐立平经常说的一句 玩笑话 实际上 他的岗位是目前人类社会危险性最高的工作之一 而且仍无法完全以机械化操作取代 徐立平手中的这把刀是整形刀 然而其对象既非人脸 也不是工艺品 而是航天发动机里的固体燃料 究竟什么是固体燃料 它为什么需要整形 徐立平所说的操作危险指的又是什么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 也是火箭飞船发射的关键部件 制造它需要上千道工序 而其中质量要求最高的工序之一 是固体燃料 也就是火药的药面微整形 这项技术又被称为雕刻火药 目前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 因为不同的发动机 对火药燃面的形状和角度的要求也不同 要把凝固后的药面修得非常平整 误差值不超过0.5毫米 而用机器是无法控制一把刀 去进行如此高精度的操作的 那么人有没有可能完成呢 它面临的风险比机械化操作又高出多少 最关键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一刀走下去 另外一刀过去 跟它的一个衔接 就不能有刀痕 小小刀痕 却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火药材质的韧性很强 含有粗糙的颗粒 用刀的力度就难以把握 一刀切下去 结果是不可逆的 无法找补 切多了或者留下刀痕 造成药面精度数值与设计要求不符的话 在发动机点火以后 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的走向燃烧 发动机就很可能偏离轨道 甚至发生爆炸 它这个手对吧 影响下去可能就是淋在几毫米 但是对我们的武器作战效果 或者我们发射卫星 可能影响的就是几十公里 实际上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刀痕 刀伤 这个东西尤其这个东西最可怕 因为它燃烧 都肯定从那地方就把这个房子 这个吞机就撕开了 而雕刻火药的危险还不止这些 这里是徐立平每天工作的车间 远离城市人烟稀少 所有进门的工人 首先要摸一下门口的金属干 作业时还要在手腕和脚腕上 连接好导电的金属线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静电 和发动机的金属外壳产生摩擦 但最大的风险其实就在徐立平自己手中 金属制成的刀具如果摩擦产生火花 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么如果它在整形 在这个切削过程中呢 如果碰到了金属壳体 那么如果产生火星 肯定会引起燃烧爆炸 就是快到你根本就没法去反应 就是你跑都跑不及 如果使用金属道具 要冒如此大的风险 为什么不换成其他的材质呢 比如说是这种油色金属 虽然说它碰到这种钢壳底上 它不会产生火花 但是它太软 它软了以后 它修不出很锋利的韧来 这样的话长得受非常的费力 这个费力就会导致这种摩擦力过大 反而更危险 就连火箭发动机的总设计师 也认为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徐立平的工作内容危险度极高 但又是不可或缺的 挖掘的工作 你讲有多危险 我就形象地说 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 你烧不胜 你就从钢丝上摔下万丈深渊 它是每天可以说脑袋别的裤腰带上 尽管面对如此的危险 徐立平依然在追求 对火药药面修整的最高精度 0.5毫米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药面允许的最大误差值 而徐立平雕刻的精度 不超过0.2毫米 还没有两张A4纸后 堪称完美 为什么我们要让修得越薄越好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到这个尺寸了 比如说还差了那么0.6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这个整形一刀下去 我要是一刀可能只能整一毫米 或者是0.7毫米 那我手就超差了 所以说整得越薄 说明你就是越能保证 这种尺寸的精确性 在设置组的请求下 徐立平师傅挑战了一把 自己切削火药的厚度极限 看着没 很均匀的 就是我这边放杯水 它都不应该抖的 然后整个散过去 越长越好 量一下 量一下 就越薄越好 越匀越好 15 徐师傅也就按了一下 疼吗 疼吗 疼 然后他就把他的手举起来 给我看了一下 他手上有几个剪子 然后尤其那个掌心那个剪子 比较大 给我指了一下 看 以后有这个就回头 还有一个非常笨的办法 就是我留一点余量 把它刮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笨的办法 这种办法 它一个是它的效率非常非常低 另外你这个挂出来 这种我们叫不显示水平 没这个精确在布兰的刺激活 就它这个精湛的技术 就给我留下印象 徐立平在技术上的这种信心 源自他对祖国航天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和自己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徐立平出身于一个航天家庭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 徐立平的母亲和同事们一起 来到了秦岭大山深处 从无到有 这里见证了中国航天火箭固体燃料发动机的诞生 徐立平的母亲就是生产基地整形车间最早的一批员工 我刚上班没多久就出一次事故 一开始年轻抓了它以为是手套 结果是整个手指都烧掉了 耳朵烧在了面目前飞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啊 刚上班嘛都十九岁 十九岁 这些年轻人全都谁啊 都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 我想他的年轻人肯定也是这样的 1987年 同样十九岁的徐立平 从航天技工学校毕业 他选择了母亲工作的单位 虽然心里已经做好准备 但是进场的第一课 还是让徐立平大吃一惊 他居然能躺起魔鬼云来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次近距离观看发动机点火 是徐立平的师父有意安排的 他要让这个新入场的矛头小伙子 把对危险的敬畏深深地刻到骨子里 我可能会紧张过 我可能会吃惊 但我没有害怕过 就感觉非常震惊 这个东西这么厉害 这么一个感受 所以说就是 实际上我从那儿那这儿开始 就是还是给自己心里就上了个下 所以说这么几十年来 一直是把这个安全要放到第一位 1989年冬天 徐立平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 那时航天科技寺院承担的 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 进入到研制的攻坚阶段 在此前已经连续两次试车失败的情况下 第三次试车建在弦上 但是发动机的固体燃料药面又出现了问题 专家组经过再三研究 决定就地挖药 我们可以从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里 感受到当时现场压抑的气氛 就地挖药 意味着负责药面整形的工人 要钻进已经装填好推进剂的发动机内部 在长吨火药的包围下 一点点地将药抠挖出来 找到里面发生故障的原因 此时工作不到三年的徐立平 凭着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量 与自己的师傅们一起 加入了这个生死一线的挖药突击队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 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 在整形刀上 因为如果你这个刀一旦挖得不好 摩擦过度或者碰到哪个地方 一旦燃上水果 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在里边干的时候 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 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就是这么紧张 狭窄到不能翻身的空间 带有毒性的火药 发出的刺鼻气味 再加上精神的高度紧张 每个人在里面只能带上十分钟 瓦斯五克药 而徐立平为了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 每次总要多干上五六分钟才出来 由于当时的刮药进度缓慢 徐立平和其他突击队员一干就是三个月 很多人都出现了呕吐 头疼等症状 终于病灶找到了 故障被成功排除 这场空间战保证了 国家重点战略型号的研制计划顺利推进 但是在任务结束后 徐立平的身体却出了问题 他的双腿几乎无法走路了 徐立平的母亲深知这份工作的危险 看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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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雕刻火药由人工转为机械化操作的研发 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输入相关数值 用机器来控制整形刀 人在一定距离以外操作 而实际上 对于小型发动机来说 这个距离只有五米 再加上机器的精准度 有时会出问题 因此这种生产方式 曾付出过极为惨重的代价 2001年 厂里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 与徐丽萍要好的一位工友 不幸牺牲 留下了妻子和孩子 这件事给了徐丽萍极大的触动 当时一听说了以后 当时大家就都往那个门着步跑去看着 那个跟我关系就好 反正我看着这个周围很多的 尤其他们那个车间的同志 很多都在外边这个议论 确实也担心 就是看着这怎么样 严重严重 确实是 确实我不太像他 为什么说我们在研究这种 疏碰尖尖光的时候 一定要记客题 留5毫米的云量去在这里 因为他一旦采用这种自动走道的话 你如果不留云量 他很有可能就会 这个有可能就会碰到客题 这是很容易可能 一碰肯定出动 对我还是敲了一个警筑 就是说 真的 真的不要 不要以为这个 你曾经可能碰到客题 你曾经某一个动作 侥幸没有反而食物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安全的 千万不敢有侥幸心 就是 就是给我的警醒是 实际上我当时下了个决心 我对这个班组 因为我当时是组长 我对这个班组在安全方向 我一定要研究 这次事故让徐立平意识到 现阶段还是要靠人的技术和经验 来把控火药整形的精确度 但是为了进一步降低风险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工具箱里装的 都是徐立平的宝贝 是多年以来 他和工友们 针对不同类型发动机的 固体燃料要面 所研制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更高的刀具 用徐立平的话说 这可都是市面上 花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 其中一把刀 还被厂里命名为立平刀 那么这个旋转的 这个刀刃旋转的范围是一定的 安全 对 主要就是为了安全 三十多种刀具里 有七种为国家专利 徐立平领导的班组 也获得刀锋精神的赞誉 并保持着百分之百的产品合格率 他们喜欢迎接挑战 尤其是当拿到新的发动机产品 要修整的药面 出现新形态的时候 这兴趣就出来了 然后就组里大家就一块集思广益 怎么做刀 一有这种比较特殊的工作 或者一有新的这种工作 我们首先想的就是 怎么先做一把合适的刀 每天要拿刀和人家干一干 感觉一不小心没干过 一不小心出点岔子 感觉就要挂了 你不想打游戏 这群年轻人都是徐立平的弟子 或再传弟子 从2015年 由主流媒体关注开始 徐立平已经接受过几十次采访 徒弟们也大都跟着出镜 他们心中非常崇拜徐师傅 这位武林高手 然而大伙越是兴奋 徐立平心里的忧虑就越重 因为一旦分心的话 心里老有事的话 这个干活是真的是很危险 所以说后边还得 还是要尽快地 要把整个这种环境的平复下来 还是恢复到我们过去的 这种工作节奏 在这次拍摄过程中 徐师傅不止一次 向我们谈起他的这个顾虑 而面对自己获得的诸多荣誉 他更是倍感压力 我的性格属于 不喜欢被人关注的一个人 我也没想到 我会一下子 把我一下推到这么一个 这么高的一个荣誉上 我一直在接受采访 我一直在说 实际上我们所干的这个工作 它整体都是危险 可能我们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其中的一个吧 然后我周围确实有很多 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 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 很多同志 我的师傅级的这些同志 他们都是这么干下去的 那么实际上我一直在说 我代表的是他们 不是我个人的一种 这里是徐立平所在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寺院住宅区 每一盏亮起的灯光 都代表着一个家庭 朴素的心愿 工作顺利 平安归来 他们上场操作的时候 不能打手机 我就得打他们那个固定电话 只要是我要打那电话 一直就没人来接 我就不放心了 我就哪怕做饭了 我都得把火关了 然后骑着车到他们那个 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 远远地看到了 哎呀在家边呢 然后又回来 接着做饭 我又不希望他什么 我就只希望家里边 平平安安的 人在就好 我以为大家都会那么切 就切粉丝 我昨天在家 就做土豆丝 我们组的一个同志 他说他来切 结果切了 我说你这切得像什么东西 差太遥远了 这个还真是 切的时候 你自己会心 你会自觉不自觉地 想把这个片切得圆一点 薄一点 有这种 有这种职业的这种习惯 徐立平全家都是航天系统的职工 但你已经擅长得起了 或是 刚才有过 我会尽光 有这种 aches 甚至 compare 你 suction 你 成了 你都充满了 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徐立平身上有着诸多的荣誉 包括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武艺劳动奖章 以及中宣部授予的 时代楷模称号等等 徐立平认为 劳模精神的意义 在于坚守平凡的岗位 做出无私的奉献 他的身边就有很多默默付出 兢兢业业的同事 他们都是中国航天事业 不可或缺的名部件 这首儿童歌曲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开始流行全国 他为几代中国人 从小就树立起 劳动最光荣的榜样 而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每天都有更多 徐立平的故事在发生 他将不断激励着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 外向更加美好的未来